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16号在北京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黄埔师生亲友和各界嘉宾出席了论坛 本次论坛旨在以两岸黄埔情共援中国梦为核心内容 通过发扬中山精神缅怀黄埔先烈 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倡导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友 共同为振兴中华强国复明而奋斗 论坛上 两岸嘉宾代表分别发表了发扬中山黄埔精神的主题演讲 台湾退役将领 知名黄埔后代代表 两岸知名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 过去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了 但对台湾的现状你一定要抗争 一定要把这个现在当家的人那些不对的 或者是为非作歹的或者违法的 一定要明白告诉人民 首届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于2010年在台北举行 此后第二至第七届论坛分别在北京 上海 武汉 香港 天津等地举行 论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已成为特色较鲜明 社会影响较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 在弘扬黄埔精神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由台北成熟人孙学研究中心与武汉华中师大近代史所 共同发起的第一届孙中山思想及行议研讨会 16号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行 来自两岸的孙学学者与专家齐聚一堂 共同探寻孙中山思想意涵 研讨会期间 来自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 孙中山纪念馆 以及来自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等两岸多所研究机构学者 聚焦政治体制与社会动员 民生建设与实业发展 民族思想与国家意识三个主题进行交流 两岸知名学者陈首仁 孙学研究中心主任邵宗海教授表示 两岸对于孙中山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认知 就更能推动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 将来借助孙中山这个桥梁 把彼此之间的接连能够更紧密 产生了心灵上的认同 这就是心灵的契合上的接连 这两岸在走向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融合制度 我觉得就不是口号 而是真正的推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马敏教授重点论述了孙中山实业思想 并认为其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 值得总结和借鉴 两岸人民应该在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面 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共同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样子呢 我们两岸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也有很多共同的事业去做 据主办方介绍 这一研讨会今后将每年在两岸间轮流举办 第二届将于明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 双方将对孙中山研究建立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铸台观察员艾柯竹 看看岛内媒体今天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柯竹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是远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份民调 台湾联合报从2010年开始规划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 那么今年呢 调查结果16号出炉了 结果显示目前两岸民间互动现况较获好评 有三成一的台湾民众觉得两岸民间关系热络 四成三认为关系和缓 而在两岸官方关系部分认为双方互动密切的比率 近三年都维持在一成二左右 认为双方关系稳定者则由去年的四成降到了两成九 为历次调查最低 感觉台湾与大陆官方处于低迷状态的人 则由三成四增加到了四成八 是历次调查新高 民调进一步分析 影响两岸关系转取紧张的可能原因 不提示选项前提下 民众仍多数认为 所谓台独势力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量 居次的影响因素则是民进党施政 以及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调查也发现 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 台湾民众评价持续下滑 不满意比率由前年的四成八 去年的五成六增加到今年的六成八 是近三年调查新高 针对所谓统独议题 本次调查发现 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 由去年的四成九降至四成五 减少了四个百分点 主张环统和集统的比率 则较去年各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 合计比率为两成三 是2010年以来历次调查新高 调查还发现 台湾民众西进就业意愿 近五年来逐渐增加 由2014年的两成五 一路攀升到了今年的四成三 创历年调查新高 愿意到大陆创业的人 也从2015年的两成增加到了今年的三成 同为历次调查的新高 细分到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近两年赴大陆就业的意愿 上升到了五成以上 此外愿意让子女到大陆念书的人 也由去年的三成八增加为四成四 同样是历次调查的新高点 一成四的民众愿意搬到大陆定居 也比去年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有台湾学者指出 联合报今年的两岸关系调查 体现了台湾民众复杂的心情 相较两岸官方关系的险峻 民间交流却不受影响 或许是大陆诸多汇集台胞政策的心理效果所致 台湾民众对大陆还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但也觉得对方实力增加 对大陆民众好感增加 这是台湾民众传达对蔡当局不满的一个警讯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诗远 好的 谢谢科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9月15号 山间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出席台中和南投的复选活动时 提到很多来历不明的假消息激化了选举 并宣称有些消息就来自对岸 时隔一天 蔡英文16号到台南复选时 再拿所谓的假消息大作文章 又叫嚣说是对岸刻意放的 目的是要让台湾内部对立 台媒分析蔡英文此举是生怕选情崩盘 一手拉着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 另一手拉的是台南前市长赖清德 蔡英文16号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再度合体复选 就算被视为绿营铁票区的台南也不敢大意 毕竟8月底的暴雨水灾 民众可是很不满意 不过一开口蔡英文就是为自己辩解 自夸治水有成效 蔡英文话锋一转又讲起所谓的假消息议题 这已经是两天来蔡英文第二次提到所谓的假消息 而身为前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则是对台下民众奋力催票 台湾媒体指出蔡英文赖清德合体到台南复选 就怕之前的暴雨灾情让原本的铁绿区有了破口 对于蔡英文连日来宣称 关于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有很多假消息 甚至还说其中某些来自对岸 岛内舆论率先出现反驳的声音 台湾联合报15号评论表示 在蔡英文要求严查所谓假新闻的当天 台外事部门却删除屏东县长 在台风期间受到所谓驻大阪办事处接待的消息 讽刺蔡当局在新闻或讯息方面有神逻辑 岛内网友则评论认为 蔡英文所说的制造假消息 其实是民进党当局的强项 更有人还拿近日丑闻打脸民进党称 台当局官员将所谓促转会比作东场一事 不是假消息吧 此外又有人说出蔡英文的逻辑就是 民进党的坏消息一律属于假消息 为了拼九合一选举 蓝绿阵营16号都有要决齐聚台南 民进党方面是蔡英文和赖清德的复选行程 而国民党方面则是侯友宜 韩国瑜和高斯伯合体 三位市长候选人一起举办了座谈会 高斯伯还与韩国瑜签订双城跨域合作意向书 承诺台南市将与高雄市合作打造黄金双子城 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斯伯 16号邀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三人合体站台 营造团结气氛 想要以正向力量打赢选战 高斯伯表示 邀请侯友宜韩国瑜到台南 两位老大哥是帮他补一些杀器 两人情意相挺 希望三个城市都能翻转 近日因为所谓促转会的东场说 让侯友宜成了焦点人物 侯友宜在抵达高斯伯竞选总部时 受到民众热情的包围与力挺 侯友宜市长你有委屈吗 华家跑下去了 没有委屈 面对所谓促转会引发的争议 侯友宜重申自己的选战基调 在高雄市打出选情翻转契机的 韩国瑜则表示 台湾南部民众对民进党特别偏爱 高雄县33年施政 高雄市20年施政 台南也施政了25年 但东西卖不出去 人进不来 经济怎么会好 韩国瑜说 台南高雄如今已经不欠民进党的了 他建议大家头脑清醒一点 不要再被政治操作 台南高雄由国民党施政 成立农与续产业联盟 共同生活圈 全力拼经济 台当局最近又花大钱 补助东南亚旅客 加码了所谓东南亚境外包机来台补助 希望提振岛内观光 不过却被批评 短期救急 吓错了药方 因为东南亚旅客本身消费力就不强 纵使是补助带来了更多人潮 恐怕也难以提振经济 中正纪念堂前拍照留念 越南客跟团来台走透透 台观光部门打算更加抓紧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客源 大方出手加码境外包机补助 东南亚国家除菲律宾外 从每趟5000美元变8000 相当新台币24.6万 花博会期间抵离台中 嘉义台南高雄机场 再加码1000美元 但是投了大钱 真能拯救低迷的观光业吗 人来了 消费力道却不足 以外地旅客每人每日的在台总支出 日本 韩国 大陆等地游客 消费含时速水平最高 而所谓新南向18国 仅有152美元 但就购物费来看 大陆游客83美元 所谓新南向 18国只有42美元 几乎砍半 而台当局对东南亚国家 持续抛出力多 包括针对泰国来台环岛旅游 要给每趟8000泰铢补助 不断花钱请人来 观光产业却依旧惨淡 南部的所有的观光产业 还是苦辣 餐厅很多还要收起来 包括夜市 也都过不下去 更有专家批评 砸钱只能朝短线 观光环境不转变 不对症下药 台湾恐怕会陷在 酬云惨物中难以脱身 台北市的光复市场 改装开幕 邀请市长柯文哲出席 原本的活动时间 是在当天的10点25分 而台北市政府 把活动提早到了9点半 却没有通知市议员改时间 导致市议员们到场的时候 活动已经结束了 记得当着柯文哲的面标嘛 你们活动 10点25的活动 为什么可以临时干改 临时干改 不告诉我们议员 当着市长的面 议员飙火器 你们市长管理处 只管市长 不管议员是不是 客文哲尴尬的只想逃 光复市场改装开幕 活动提前一个小时 市府没通知 议员们到场 典礼结束 只能傻眼 负气走人 光复市场都我们争取的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们议员在这边 好好帮民众去解决问题 然后开幕的时候 完全不同知议员来 那我觉得市长也很为难 市场改装 议员付出心力 重要时刻却被漏形成 客文哲直说要道歉 我回去骂他们 表示说做事太善了 议员来发现 那疑似已经结束了 但不高兴 所以说这说我们不对 客文哲认错 避免打坏府会关系 甚至自己的副手邓家机 也公开帮国民党议员参选人 王浩站台 市政府要能够往好的方向推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议员 邓家机深入南英阵营 跟丁手中讲万安 有说有笑 给足面子 他们者要拉拢各方势力 却因为市府联络书时 先得罪蓝绿议员 就临时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盖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同时也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是世界骨髓捐赠者日 在台湾 慈济骨髓钙细胞中心 自8月26号起至9月16号 连续20天在台湾各地 举办感恩及骨髓捐赠倡导活动 骨髓捐赠者和慈济志工 手举着我捐骨髓 我很健康的标语牌 列队游行 呼吁全球重视捐赠骨髓干细胞 有不少年轻人纷纷填写骨髓捐赠书 并抽血留下档案资料 我今天是来填写骨髓建党 如果配对到的话 那是我们幸运 有这个机会可以救人一命 据了解 全球每年有超过5万名血液病患者 急于找寻非亲属骨髓配对的机会 期盼通过骨髓照血干细胞移植 获得重生 其中有将近50%的病人 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 找到与自己第六对染色体 相合的捐赠者 我们从25年前开始建立骨髓资料库 到今天已经25年了 那所有捐赠的个案 有5100例 有三分之一强 是送到中国大陆 如果要帮助一个病患 找到适当的捐赠 当然就是骨髓资料库要增大 杨国良介绍 慈济医院骨髓干细胞中心 在台湾各县市每星期都有招募活动 截至2018年8月31号止 慈济骨髓资料库累计有志愿捐随者 42万多人 因台风山竹对台湾影响有限 2018年第36届日院坛 万人永度活动16号如期举行 不过现场仍有九级强风肆虐 三棵大树被强风吹倒 压到了帐篷跟车辆 还发生了工作福台三度被吹走的酒框 终于可以下水了 参加永度日月坛的民众好开心 等到九点钟实在等太久 每一个都小时了 我们来自佛山 有点累但是很开心 我们可以下水了 有来自佛山跨越台湾海峡来参加 也有从高雄提早等着永度日月坛 他们遇到36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状况 工作福台被大风吹走活动延后 工作人员先下水把福台拉回来 动用游艇用推的 删除台风擦边经过台湾 日月坛扫到台风尾 14号吹起了九级风 风大到把固定绑住的工作福台吹走 工作人员拉回来又被吹走来回三次 一早得先把福台固定 确保安全措施才能够下水 马英九主持开幕之后也下水 永度日月坛第36年举办 两万多人报名挑战 首度出现了九级风来搅局 狂风大作连大树也被吹倒 缆车站旁的露营区三个大树被折断 压到两个帐篷也压到了露营客的车 车主说车子小损伤人没事 露营遇到九级风吹倒大树压车 还有狂风吹走福台 永度日月坛另类历史记录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盖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是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解 以色列绝不会重蹈不许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负责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 45年前 当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意图日渐清晰 而且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 当年的政治领导人却犯了不许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严重错误 内塔尼亚胡表示 绝不会重复这一错误 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的发生 但如果被迫面临战争 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以最小的损失赢得胜利 同时 以色列还在不断阻止敌人装备先进的武器 以色列长期指认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 并强调 以色列不能容忍伊朗将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 以色列多次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目标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15号当晚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另据报道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16号发表声明 呼吁以色列不要拆除汉爱哈迈尔村的巴勒斯坦贝都英人居住区 姆拉德诺夫说 拆除巴勒斯坦贝都英人居住区的行为违反国际法 并将破坏建立一个与以色列为零 适合生活的巴勒斯坦国的机会 以色列最高法院本月5号做出裁决 将在一周后拆除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汉爱哈迈尔村的一个居住区 以方称那里是非法建设 当地时间16号 墨西哥海陆空三军部队 在首都墨西哥城宪法广场上 举行了独立日阅兵仪式 庆祝墨西哥独立208周年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 对海陆空部队进行了检阅 超过一万八千名墨西哥陆军空军海军士兵军官 以及联邦警察参加了16号的阅兵活动 此外三架F5E战斗机首次亮相 展示墨西哥空军实力 军人们在宪法广场接受总统培尼亚检阅后 沿着墨西哥城的主干道改革大道一路向西 行进到位于改革大道尽头的一处军营结束 墨西哥军队在反独和反走私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15号傍晚起 民众就开始聚集到墨西哥城宪法广场 观赏各种形式的音乐盛宴 15号晚上11点整 总统培尼亚携夫人安吉利卡里维拉 现身国家公主阳台参加庆祝活动 随后培尼亚敲响钟声 挥舞墨西哥国旗 宪法广场上万民众齐唱墨西哥国歌 五彩缤纷的焰火将当天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汉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考虑到目前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增加 英国应该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萨迪克汉认为 是否退出欧盟关系着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 因此有必要就此再次征求英国全体选民的意见 英国当地媒体援引调查数据称 如果举行二次公投 超过一半的英国选民将选择留在欧盟 横扫美国东南部沿海的飓风 弗洛伦斯目前已经降级为热带低气压 风速约为每小时56公里 但官方人警告称 弗洛伦斯带来的降雨 山洪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还将继续威胁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 弗洛伦斯一直徘徊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上空 据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这两个周内已经有至少15人因弗洛伦斯丧生 菲律宾军方西棉兰劳岛司令部发言人16号表示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 军方在苏鲁省一处村庄中 接到被阿布沙耶夫武装释放的三名印度尼西亚籍人质 随后三人在当地医院接受健康检查 16号晚些时候将移交给印尼驻菲律宾大使 2017年1月 这三人在菲律宾西南部塔威塔威省以西水域 遭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绑架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